歡迎收看男朋友夫妻 我是Jeremy 我是Jenny 我們來到大東夜市 搬來台南也已經有半年多了 其中大東夜市 因為距離我們住的地方比較近 所以我們幾乎是每個禮拜都會來 都一定固定會吃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幾間 然後所以想要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來大東夜市 不知道要吃什麼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這個影片 那我們四步一時出發 出發 我們第一間要吃什麼 我們第一間先來杯飲料 天氣還蠻熱的 這裡有一個泰式奶茶 我們喝過非常好喝 而且它的甜度呢 我覺得是比較濃郁的 濃郁型的 好 再見 那我們就直接進去好了 好 我們今天來到大東夜市 然後這個是我每一次來都會點的那個泰式奶茶 那我們先來喝看看喔 OK 喝看看 奶味跟那個泰式奶茶的香料味超級濃的 然後甜度也蠻剛好的 我覺得比之前我們必比丹拍的那個再甜一點點 可是就是 它整個會喝起來有一種很上癮的感覺 好好喝 每一次喝都有一種超幸福的感覺 然後這是這個蒙古烤肉 我們每一次來都會來吃 然後它是 嗯 花園夜市也有 它四六日都在花園夜市 然後在大東的話是二五 然後它禮拜一是沒有開的 我們有一次禮拜一來 然後就沒有吃到這一間 然後就禮拜二再來一次這樣 它不是那種 其他地方的蒙古烤肉 它都是那種 你自己可以夾多少 然後就可以吃多少 這樣它不是 它是直接 它配好了這樣 然後炒給你吃 今天點的是豬肉 然後它也會附一些像豆干的東西 我們先吃看看 它沒去吃 它很香 嗯 我很喜歡吃這一間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 有的蒙古烤肉的 沙茶味很重 可是它的不會 就是蔬菜的甜味都有炒進去 然後肉啊吃起來都蠻新鮮的 所以我最喜歡的是它的調味啦 它的調味就是 不會過鹹 然後甜甜的這樣子 吃完呢 你也不會特別的口渴 你也可能跟老闆說 你要加蒜或加辣 吃起來就比較像鐵板燒 就是大補鐵板燒的那種風格 那兩樣其實我都還蠻喜歡的 但我們大部分都是吃它 一口飯 然後一口這個 嗯 超激燈 超好吃的 好不好我們走這裡看看 其實它這邊有大概三分钟 一之一是這種玩樂娛樂型的 對有一些是那個類似像衣服 也有手機殼服飾點 那主要的話吃的還是佔大部分 這邊有個有名的排骨肉條排超長的 我們每一次來都會兩個人點一碗 然後就是一起吃這樣子 然後它的各種 它有牛肉豬肉跟餡蝦 就看你喜歡吃哪一個口味 我覺得都不錯 那我們今天點的話是豬肉 那我們今天點的話是 一般的那種狂麵 那它也有烏龍跟米粉可以選擇 狂麵的部分比較掛它那個湯底的汁 勒煞的味道超級香 介於咖哩跟椰奶之間的那種風格 我們每一次來都一定會來吃 只要它有開的話 那它裡面呢也有一些補鍋料的部分 我覺得它補鍋料也很好吃 就是會龍蝦碗吧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我自己個人是更喜歡這個綠色的 裡面有點包肉餡可能是燕餃 可是它外面沒有燕餃那麼軟 嗯 它裡面是燕餃的那種餡 它外面是比較蓬鬆一點 好 我們下一間見 這間紅菲大腸跟香腸呢 它可以自己加佐料 裡面的小黃瓜 蒜頭 還有洋蔥跟嫩漿都是自己加的喔 我最喜歡洋蔥配它的大腸了 嗯 非常的好吃 就是大腸 裡面的糯米非常的入味 再來是它的香腸配這個蒜頭 這蒜頭都是可以自己再夾的 因為我幾乎是 一顆小蒜就直接配一截的香腸 直接吃掉最好吃的 當然它有小黃瓜 它小黃瓜也可以配著香腸吃 這樣子也是有另外一種滋味 嗯 香腸不管是搭哪一個 都非常好吃 它的醬呢 也可以充分的跟大腸融合在一起 不過九層茶是沒辦法自己加的 它是固定的量 它的料都是跟這個九層茶一起炒的 真的是來大洞夜市不能錯過的好吃美味 好 早上來吃吃看 這邊大洞夜市 轉角 門口的轉角 就有一間地瓜球 它有掌過一次價 原本是三包五十 現在變兩包五十 但是以兩個人來說的話 它是滿滿的一大袋 大概一袋有 大概接近八顆 每一顆都是非常厚實的 馬上來吃給大家看 嗯 非常的有彈性 然後裡面的餡料 有一半都是地瓜 另外一半 才是它的那個地瓜球的表屏 很多夜市的地瓜球都是 咬一下就 就沒了 就扁掉了 它必須要再咬三到五下 它才會把它小扁 可以想見它是非常的厚實 紫地瓜的話 也有不一樣的風味 餡料呢 真的是一半都是地瓜餡 好吃 今天介紹的每一間呢 都是我們半年來 每週都會去吃一次的喜歡程度喔 啊還有一間四炒拉煎 那天去沒有開啊 真是有點遺憾 沒關係 大家呢 如果有來大東夜市 可以三五好友 一起來分享一份 試個味道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影片 大家都去大東夜市什麼啊 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嗎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以前是三包五十 現在漲價了 兩包五十 當然 很厲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